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心 我们开始三个好 这节课由我们嘉义郡的郡守 张英文张郡守带来演讲 请大家以掌声欢迎他 谢谢 各位国家的学官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节目 叫做法理眼光看这个现实台湾 我为嘉义过来 我们想要用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件台湾民政府这件事 它建设就是国家法的法理 这个法理上它有一些比较严谨的 这种看法 不是说用我们自己的 的生活 还是说用我们自己的感情 就可以去解释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 用一些经历过的资料 让大家了解一下 希望说 可以对大家 对台湾的这个 国际地位的看法 可以更加精准 在法理上的一种见解 对你在解释台湾民政府这件事 你会更有信心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堂 就是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 这个堂你要看 它就是一个箭头 它没有很多方向 它就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像一条路而已 这条路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 目前在发展的这条路 才有法度让台湾的国际地位 可以正常化 所以用这个堂 给大家做一个印象 好 这最近的十四 这是什么比赛 亚运 韩国人川亚运 2014年的韩国人川亚运 好 这开幕式 这堂就是一堂 这 看国际 这堂就是一堂 印度 对不对 印度 这堂就是一堂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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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就是一堂 这堂就是一堂 你看 看文字 韩文我看不完 但是我看文字看不完 马卡 一点 China 所以澳门在亚运会里面 也可以派一堂 但是你看他的名称 甚至马卡 一点 China 那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所以才会写马卡 一堂 China 那这堂呢 这堂 香港 豆典 China 所以说 澳门跟香港这两堂 他们的宗族国有什么 就是China 就是China 好 这堂呢 这堂叫什么堂 前一支 台北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他这堂有谁说 台北一点China 还是说台湾一点China 有 没有啊 那这什么意思 这是国家上 这是什么意思 China 台北 所以说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这堂 你要说用这个澳门的 还是说用香港的 这种地位来 来解说 他 解说会过 解说会不会过 它是China 台北 好 那一堂 这堂呢 这是2007年的 那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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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叫什么堂 也是叫做China 台北 China 台北在我们台湾 都叫什么堂 都叫做什么堂 中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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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太客气了 来这才不敢说出来 大家都也说 这叫中华台 对不对 有的电视新闻的记者就说 这台湾堆 对不对 没有 其实 这个名称都不是很正确 都不是正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用这个时事 让大家去试试一下 什么叫做China Taipei China Taipei 是什么意思 来 China Taipei 他真的会 英语的名称 叫做China Exile Government 在台北 这如果用按照中文来欢迎 就是说 中国的流氓政府 在台北 所以说 中国有一个政府 他走出来 走出来后 他在什么地方落脚 台北 他在台北落脚 在国内上这个概念是什么 台北 是不是China Taipei 的领土 是不是China Taipei 都市 是不是 不是 这国家上大家都知道 台北人 台湾人都不知道 他这个意思是说 有一个外 有一个政府 他离开了自己的领土 他走到外面 继续他这个政府组织的运作 那个政府就是叫做什么 流氓政府 那个政府叫流氓政府 很显然的 他这个China Taipei 他就是 中国的一个政府 他走出 走离开 中国的领土 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不是中国领土 那一个道市 那个道市叫做台北 所以说他就是中国的流氓政府 在台北 继续运作原来中国的政府的组织 他这个叫做流氓 这个叫流氓 好 这个流氓跟我说的 我说的 你可能 你可能 还是要稍微怀疑一下 这个中华民国 是流氓政府 什么人都说过 其实你看过 新闻很多人说过 包括 中华民国民进党 的蔡英文 他也说 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 其实 他这样说也没有错 但是 后来 他自己又记住回来 他这样子 他要选 他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在高雄的劳工 劳工公园 他举行他的政策说明会的时候 这是2011年 就是2012年 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自己又拚了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这堆应该叫什么堆 应该叫做China 但是不可能 对不对 或者说这 这堆应该叫做什么 台湾 但是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因为不可能只要用这个名 所以他这个推论对不对 不对 是绝对的错误 是绝对不对 所以都乱了 在国际上有其他的流氓政府存在过 有 在住世界台前的时候 法国去西特勒 德国 共进去的时候 法国政府 没得 带高乐 什么地方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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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他跑去伦敦流亡 这个时候 在国际上 大家要穿 大家要穿 带高乐这个政府 都用什么名字 来穿 都叫做French London 叫French London 跟Chinese台北 是不是意思 意思是不是一样 在国际上 人要分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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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西特勒占领的 那个国际政府 跟他走去伦敦的政府 他们的区别 他名字 他名称 人就是这样叫 走去流氓 伦敦的那个 人叫做French London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说 中华民国 是不是流氓政府 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肯定 这 再来 在这个 万劳上 对 中华民国 他是不是一个 流氓政府 也有人 又在那政变 都跟他台湾同样 都跟他台湾同样 台湾也是一个人在政变 说 不是啊 他不是流氓政府 因为他是在自己的领土上面 但是这种说法这样对 这样对 也不对 但是有的人 有的人说 不是啊 他也是 还有在他的 土地面 在稳作他的政府 政府组织 这句 有这种说法的人 他这样说 有完全不对 对 要说他对 也有一些情分 有什么呢 我问大家 台湾 现在 中华民国 所关系我们台湾的 和他所关系的领土里面 我自己 我念出来 台湾 培养滚兜 去问妈祖 请问一下 对一个领土 是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 他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 有人说 他不是 他不是流氓政府 他就是在说什么 他就是在说 他的政府组织 还在 他还有金融麻祖 所以有人说 他不是 流氓政府 是 对我们本土 台湾人来说 他是不是流氓政府 是啊 他组织织织 他在 他的手套 他拨过来的手套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台北 拨过来放在台北 所以 他是流氓政府 没有错 至于有人会说 他不是 他是自己 在自己的领土人民 在继续运作 他就在说 什么地方 就是在说 金融麻祖 要来清测 好 我们是 很多台湾人 包括台湾的教授 针对 中华民国立法政府 这件事 也是 还没法接受 甚至说 已经 要把他内化成 他就是台湾的政府 所以说 他才有这个 这个新闻 2013年的 十二月 他才有一个 虾公文 这个虾公文就是 教育保 法公文去给各个学校 他说 中华民国的首都 在南京 希望大家在教授 那时候 要教政客 那时候 就有这个 那时候 就有这个 那里面的老师 发现到这个公文 刚好是这个 李晓峰教授 的学生 李晓峰教授 他就在 他就知道这件事 那时候 就很生气 然后就 斥责 这个 现在这个政府 现在 马英纪文这个政府 叫做有 流亡政府的心态 我给大家请教一下 我斥责你 你有流亡政府的心态 那意思是说 我认为你是不是流亡政府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很可惜的变成说 台湾的 也算是本土派的 这个教授 结果 他把中华民国 内化成自己的政府 这真的 很可惜的事情 很可惜的事情 就变成说 下至一般平民百姓 上至有 有这个高学历的 甚至读过历史的教授 对中华民国这件事 所以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所以说 我们今天在複策 这个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进程 所以才还那么慢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说 因为这受到国民党 这个 六十九年来的这种 洗脑教育 要一时间 一年两年 这样几年来的 要把它洗掉 不太简单 不太简单 好 再来 这里有一个新闻 这就是2013年的11月14号的新闻 这也是一句年的事情 甘比亚 有一个国家叫甘比亚 他在BBC的组议院的这个标题说 甘比亚即表示将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需 你再想看看 甘比亚和台湾何时建交过 没有 但是 我们台湾来报的人 也是因为说 对啊 甘比亚跟我们断交啊 但是 你反正在去看 人甘比亚 他是怎么看台湾的 在这 那他的中通办公室 他就声明说 18年来 我们跟中华民国 他就是强和有力 可靠的伙伴 請問一下 甘比亚的政府官员 他有清楚他跟什么人建交嗎 对啊 他跟中华民国建交 他哪有跟台湾建交 没有嘛 所以说 很多混淆都产生 这BBC中文网下来 BBC中文网下来 好 再来 甘比亚 甘比亚跟 这个 劉奉的中华民国 这个断交了 就开始 新闻就开始插 插说 这 是怎样的断交 怎样 是不是 努力不够 结果 最后出了一个理由 什么 爱钱 出了一个理由叫做爱钱 利奉要给我们爱钱 要给利奉 中华民国说爱钱 中华民国有记彼 不让他 所以给他断交 这不是很正的理由 你感觉呢 显然不是嘛 显然不是 不是真正的理由嘛 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原因 中华民国 他主管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大有问题嘛 中华民国主管大有问题 那才会跟他断交嘛 好 来 我给你看一下 中华民国的断交史 一九五公年 就是一九四季年之后 第一当 首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生前就是英国 生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后 他就马上到中华民国断交了 所以又中英断交 一九五公年断交 再来 一直到一九七二年 就是这个 蒋介石 他这个集团 在联合交的代表 竟然脱水了 一九七二年 日本 也马上跟他断交 再来 涮下去 就是连续的 澳洲也跟他断交 美国一直到一九七九年 1月1号 才给他断交 中韩 南韩 也跟他一九九一年 才给他正式断交 自己请教一下 刚才 中华民国这些断交 这几个国家里面 你感觉听过他说 日本跟中华民国爱钱 中华民国 不减给他 所以给他断交 没有嘛 你感觉 你感觉听过他说英国 是因为中华民国 跟他 英国是因为 中华民国投钱 投票 中华民国再给他断交 也不是嘛 对不对 其他的理由都同样 所以说 刚才他说甘比亚要断交 所以 中华民国不让他 要再断交 这这不是理由 绝对不是理由 绝对不是理由 因为 他已经 没法再做 做一个 正常的主犯国家 所以他这个政府 就不会再去奥行人 好 来 我们把刚才这几个 新闻里面经理起来 就是 夏公文和断交 这几项新闻 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普遍台湾人 还在想说我国 我国到底哪一国 他是在说中华民国 还是说台湾国 现在有台湾国 没有 现在没有台湾国 他 一般很多台湾人 包括 教授知识分子 都不相信说中华民国 是流行政府 还有这个很凶 另外一个 心理 就是说 我不准你生前你是流行政府 我还不允许中华民国 我自己承认他是流行政府 还有另外一个 国家的 我自己承认 国家的 国家是中华民国 哇 这就更 越多烈 越多烈 另外一个 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种心态 我现在就没有国家 不然就 三个地方政府 做我的国家 对啊 叫做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再来就是说 自认中华民国的流行政府 可以代表本土台湾人 也是有个人有这种心理 但是 如果现在都行得通 请问一下 如今仁春亚亚议员的 运动 运动 那一堆 叫做 请你去台北 对不对 如果现在行得通 WTO会员国 台湾WTO的 会员的名称 就不是用台湾筋 也 独立关系的领域 对不对 如果说 这些独立都会通 你去加持人的国家所谓 应该 都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对不对 如果说这些都会通 是我们外国来台湾 一些 他们的代表 都没有用他们的 什么国家的大使馆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 文化 这些友好 贸易 什么代表协会 都像这种名称 对不对 所以说很显然的 这完全都是不通的 完全都不通的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怎样台湾跟 流氓的电话民国 会纠缠不清 台湾书可贵的这个问题 你现在说 这个馆头在什么地方 我们如果一条馆头 这样打 我们要把他打开 是不是要慢慢打 知道那些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混流的来源 就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 台湾人 台湾人出国 他要拿什么项目 是吗 注意听 你出世界大前 台湾要不见白进情 要不见白进情 要不见白进情 我们在出国 都杀什么项目 不是本的项目 对不对 我们在那个死呆 我们出国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如果说那时候 要派一个代表队出离 我们去的旗子 应该是哪一个 不是本 对不对 对啊 好 所以我们就要为 那个馆头的地方 就是继续 日出世界前来开始看 所以我们要为 他就是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年 因为这个一九四年 开始太平洋战争 之后 开始有一些 一些事情出来 比如说开罗公报 跟建牌后的这个麦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号 要开始占命台湾了 再来占命后 三星就是流氓的地方民国 走路来台湾 不要走 一直跟古今生的和平条約 一直来说 因为一九四五年 一直跟金马力 很多台湾人 都要是让人生老的状态 没法清晴 所以说会这样混淆不清 混淆不清 混淆不清 我们一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这张 就是日出世界大前的那种 日出世界大前的那种 日出世界大前的那种 日本 它的战区的这个 这个范围 战区的范围 来到这里 这是日本的 的范围 你看这堆 黑色的范围 抠起来的 面積 比中国大多 很大 对不对 就像大日本帝国 它的国力有凶吗 真的很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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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 这日本 包括满洲 福尔摩沙 一直来到这里 这全都是日本 这个太平洋战区里面的范围 来 再来看看 好 我们刚才说 193年 有一个开罗宣言 那就是因为 战争开始了 这个 中美英 三国 以前就说 要怎么 串联起来 要怎么结束这个战争 他们有一个开罗会议 就是因为这个开罗宣言 就是因为这个开罗宣言 说很多 很多现在的一些台湾的论述 都根据这个开罗宣言 过来 没关系 我们就来看开罗宣言 你看这个 去年的 去年的 八月的时候 这 马英雄 他在六月 他就表示说 开罗宣言里面有一些用语 不可思议 例如盟军要求日本 把从中国窃取的土地 交还中华民国 阿嬷研究说 他第一次看到 调佑 最听 他说调佑 用窃取 这两个字 他的意思是说 怎么可能会有台湾地位未定论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因为开罗宣言 所以中华民国 这 拥有台湾 就是因为开罗宣言 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领土 他是不是这么说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们刚才 要让大家看很多时事 如果 如果他如果 如果他如果 擁有台湾的领土 主券的位 他今天 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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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直台配 好 来 看看 再来 这 日空一三年的 十二月初一 也就是开罗宣言的 这个纪念日 的那天 这有记者下 1943年的12月1号 美国英国中华民国 公布开罗宣言 要求日本 将窃制中国的领土 包括台澎金马 副主导义 各方中华民国 请问一下 是怎么开罗宣言里面 召出金马 召出来 你感觉很奇怪 是怎么开罗宣言 召出一个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是 中国的哪一省 福建省 对啊 福建省什么时候 被日本 被日本窃取过 没有啊 所以 记者 也灰沙沙 他也灰沙沙 好 来看 好 来 这张地道 就是一旧一数年的时候 一旧一数年的时候 大自本帝国 它的领土范围 它的领土范围 为这 这一般我们说的库越岛 那一半 这青岛群岛 北方四岛在这 北海道 本周九州四国 这流球 下去 福尔摩沙 韩国 你看 我们跟他同学 对不对 对不对 跟他同学 对啊 这张地道 那我们自己做的 不是 这张地道 外地去参考到的 纽西兰的一个历史网 内内 外国人在看 1914年的时候 大日本帝国的 原来就是这样 外国人在香港里面 是这样 这都做原来的 当然 当然韩国 韩国跟台湾 一旧一数年的时候 这个领土性质 可能还大概一样 但是韩国跟 跟台湾 还是不太一样 待会我们会 稍微跟大家介绍到 好 来 好 我们就 他都在说科路宣言 我们就来说科路宣言 来看 为什么会有科路宣言 因为 战争开始了 这个盟国 就是盟军 因为 要把这个战争 快结束 要取得胜利 因为盟军之间 他一定会做一些 做一些战略 或是说 他参与说 要怎么建党 等于盟军 他的目的 他们先要向欧洲战场 先处理好事 再来处理亚洲 所以他会众欧洲 青亚洲 因为这个结果 所以说 蒋介石 他就自己在那 在那 就在那 中国战区里面 就较没 较 较没较 那么多物资 当然 他还有另外 他们自己的因素 他们的腐败 什么 那些因素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官方 现在就 他专去跟 这个 中印免战区的最高司令 史迪会将军 他给他 三行要求 还有最后通牒 我们来看 他有什么要求 他要求说 美国 你要派 三个书团到缅甸 要用五百只的飞机 来到中国 还有美国的保证 每一个月 越过西马拉雅山脉 空头五千万吨的 物资 准备集的军队 使用 你也知道 如果有要求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条件 对不对 他的条件就是 你如果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有可能 要脱离盟军的共同战线 他就跟美国吐槽说 你是不是要叫我到日本 公和就好了 不要贬 但是你还想 美国敢会希望 准备集到日本公和 一定不希望 一定不希望 你要多留一个倒爬 你比较轻轻 对不对 所以 在这个 气氛之下 在这个 环境之下 就开始 有这个开楼宣言 开楼会议这件事情 造出来 当然 开楼 要召开开楼会议之前 他们的盟军 他也是先确定 我也是要先照顾欧洲战区 美国说 跟邱介石说 不然我们来找中国会堂看看 这个 邱介石没什么 没什么爱 应该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 讲这个 当时间 这个蒋介石 他们这边有派游说团去美国 在游说 蒋宋美龄 宋子文 都在这个 美国在游说 美国在游说 美国要 支持 中国民国 要给他物资 让他继续跟日本作战 就是这个 监控之下 要求 四三年的 在国二十二到二十六 就召开了这个开楼会议 我们照片看的 中美英 三三国 在开楼 有一个照片 在27号的时候 开楼宣言 大家就很好了 开楼宣言 很好了 开楼会议 在这里说什么 就 现在就说 不然我们来作战 先来关户美甸 这件事 有发生吗 没有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但是 开楼 开楼宣言也没有发生 有 开楼宣言有发生 所以他在12月 切一日的时候 就 透过收音机 把这个开楼宣言 把它放上出来 来 这件事就是开楼宣言 开楼宣言 这张 这张 原告 他这个上半部 这个上半部 就是这个说 你要发博这个消息 要注意什么 在发博之前 不能跟什么人说 也不能评论 这是上面的美国官方的交代 下面这边就是开楼宣言的内容 这样子比较小 没关系 我给他放大楼宣言 他放大楼宣言 就是在这里 重点就是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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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子还比较小 没关系 我再跟大家 一条一条说给大家听 这条 蒙君 蒙君 他自己说 蒙君跟 中美英三国 要到日本做前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 他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是为了领土扩张 注意听 三国跟日本做前 不是为三国自己的利益 也不是为三国自己的领土扩张 所以他们对领土有没有野心 没有 好 再来 但是呢 但是他所要求 日本 他在太平洋的小岛 都要拿出来 就是 我如果 就是说 这 你这个蒙君 我如果贏的时候 你日本 你要退出太平洋小岛 他在说什么呢 在说 说这 在说这 这 太平洋小岛 日本都要拿出来 日本都要拿出来 好 再来 例如 满洲 福尔摩沙 澎湖 应该要归还给中华民国 就是这 你也感觉很奇怪 他就说 没有 扩张领土的野心 是怎么要做日本的领土 要行华中国 当然 满洲是日本的占领地没有错 但是 一旧四三年 一旧四三年 台湾还是在日本的领土范围里面 他还要说 叫人 还要做好意 这不是领土扩张吗 好 再来 日本要让韩国 独立 日本要让韩国独立 因为 韩国 自国以来 他就是一个租款的国家 他就是一种租款上面的 一个叫做管辖犬 日本天皇 所以说日本天皇 可以关韩国 所以 刚才我们一旧一四年 韩国那块土地跟日本是同色的 是因为这个关系 好 再来 对啊 他要要求日本 要无条件的投降 要无条件投降 好 来给大家整理一下 开罗宣言里面 三大同盟 不为吉利 不扩张领土 他要剥去日本 自1914年 取得的太平洋的主导 你还叫他 要像偷制中国的领土 例如 满洲府 归还中华民国 韩国要解放和独立 日本无条件投降 你想想 这稍微记一下 待会 我们要对照一下 是怎样 大家在整论开罗宣言到底有效 有效 不效 整论这个有道理 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我们先评论一下 本身就有矛盾 台湾澎湖不是偷制中国 台湾澎湖是马关条约合法取得 是因为签马关条约 大清帝国的皇帝 从台湾澎湖割给大日本天皇 他的割是完全的主权 而且永久 割给这个日本天皇的 所以 绝对不是偷制中国 所以他的宣言员里面 共同部就顶答他 好 卡路宣言其实就是要满足 这个蒋介石的自尊心而已 他不让蒋介石投降 他不让蒋介石投降 他自己又说不扩张领土 包括1941年 8月1号自己签了大西洋宪章 就是他们这个国家都不要 就是不要扩张领土 你看1943年又说 又要把日本人领导 又要让中外民告 这是互相矛盾 互相矛盾 好 我们就来看 有人在争执开罗宣言的效率 到底有效还是没效 我们要不要进行进行 我给大家 我们来做一个调查 你如果说卡路宣言的有效的 你如果卡路宣言的有效的 你如果卡路宣言的有效的 有效的 有效就对了 好 这样 所以说我们大家 跟这个独派的那个生活 有点类似 你看那个网路上面他们 他们的论点也是认为说 那个卡路宣言是无效的 没关系我们来看 我要跟你说的是 不用争执开罗宣言有效跟无效 待会我会跟你说这个观点是怎样 好 好 你看 这 2013年的11月2月 马英九跟你说 卡路宣言的法律效率没有疑问 这代表中国民国民的说法 好 这 姚家文说 马英九主张卡路宣言是卖国 他在这 台湾社社长 他跟这个姚家文 他跟姚家文说 博斥卡路宣言 并无国际法效率 好 好 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有两方的说法不太一样 好 再来 这自由失败里面 2007年的2月4号的新闻 日本更正卡路宣言未经签署 意思是说 刚刚那张没人签名 确实也没人签名 好 没有人签名的意思是什么 就没效了吗 就没有作用了吗 你最后来看 来 其实不用去争论他有效跟无效 应该要去看说 盟国 他们在卡路宣言之后 他们卡路宣言之后 不然还有一个叫做 博斩兰宣言 这些都是说要求日本 正好 他应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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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是不是一种公法 你最后来看 卡路宣言有说到太平洋小岛 有说到台湾澎湖 朝鲜 万洲和朝鲜 还有无条件投降 我给大家请教一下 太平洋小岛 太平洋小岛 日本现在还有管理 有 没有 没有 现在没有 台湾澎湖万洲 万洲有没有还给中华民国 有 那台湾澎湖现在谁在管辖 中华民国 朝鲜有没有独立 就是韩国 有没有 有啊 独立啊 不然 日本是不是无条件投降 对嘛 所以说 他有没有被执行了 有没有实现 有一种公法 有啊 有实现 有实现 只是说 他里面有一些内容 没有 没有到位 你还有看 日本必须被占领 听着问一下 日本随意自世界前 后 会去美国折领 有啊 有啊 日本托 去日本折领 沖沖沖沖沖 gew美国折领 对不对 又托款 给美国 有没有被占领 有啊 对啊 你看 日本现在的主权范围 是不是就那四大岛 和指定的小岛 什么独岛 它也没得到 对不对 包括北方四岛 还有红尖 对不对 这是不是都是事实 最近日本跟憲法进行 日本是不是没有国防队 没有国防军 他只有智慧队而已 他也不能化动战争 他都要人家打他才能反击 对不对 所以他不能武装化动战争 请问一下 日本没法有改憲法 天皇的 天皇 天皇他在 野党执政的管理是不是 没了 对不对 和平宪法 所以说 刚才卡路宣言和波子兰宣言 他这个主党有没有被实现 有 有被实现 那请问你 有实现的话 你要去争论有效跟无效 是一件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没有意义了 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只是说 在实现的过程里面 他有造成 一些本质的变化 所以你实际上要忐忑的 我们来看 日本国改憲法 有没有 就这条 天皇他只是国家的象征而已 是人民的集中而已 他不能做执政的事情 你不能做执政的事情 你不能做执政的事情 再来 你看 你要看 你要看卡路宣言 还是说波子兰宣言 你应该要回头回来看 旧金山和平条约 为什么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就是在表现 见经见经 卡路宣言 还是说波子兰宣言 他在说的主张 有透过的合力 把你实现出来吗 重点是这个 就是说 我们来了解 他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 把你实现 他们那些 见经正经的 那些主张 到底他改变的程度 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看的 我们就是要来看 旧金山和平条约 不用再去增值 这个卡路宣言 因为卡路宣言已经过去了 那是一种主张 主张已经透过合力 去实现 所以我们要来看 在这个合力里面 到底 他执行了多少程度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是没有的 大家看 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一条 盟军承认 日本人民 对于日本的 对日本跟日本的领海 有完整的主权 为什么第一条要说 因为日本那时候改变法 天皇没有管理了 管理落在人民 算出来的政府里面 所以说他第一条要成立 所以说 保持人的领海 里面 是不是日本要成立 那个 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政府 就是在这 日本国改变法 好 第六条 盟军 盟军可以 盟军可以 可以 结束占领 盟军可以占领 只要这个合约 最近和平条约生效之后 盟军就可以结束占领 最迟也不能超过九十天 对吧 这条你就看得出来 日本有领海 有啊 波子谈讯里面说 一本领海 所以说在这就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被占领 而且 一直领海 所以大家 这个 既监山和平条约生效之后 盟军就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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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都是属性 好 再来 第二条 A 要向韩国独立 有没有 透过既监山和平条约 正式 韩国独立 朝鲜独立 请问一下 这个 卡路线里面 是不是要向韩国独立 有透过合幼里面 正式 法律上 让他独立了 有没有 有啊 有啊 好 再来这条 日本放弃 台湾和澎湖的 right 台湾和claim 请问一下 哪有归还中华民国 重点在这 对不对 我建筋进行 还没结束进行 我说要向中华民国 没有 但是正好 我和你签合幼的时候 没有 没有 并没有行 对不对 并没有行 只是日本放弃 对台湾的主权 主权里面的管车权而已 日本 他没有来管台湾 只是这样而已 并没有从台湾和平和行 中华民国 所以重点是在这 这就好像说 我给你买10台车 好吗 我给你买10台车 好吗 但是买了 我有给你身高 要看 我们两个有签合幼 我有给你买10台车 如果我给你买6台车 我们的合幼就是6台车 对不对 我们两个在这里正议说 之前10台车的事情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两个合幼 已经签6台车而已 这重点就是在这 这个概念就是这个 好 这个库业岛 这都同样 就是要 古金串和平条里面 所以我刚才在说的 法理跟事实 要稍微有一个分辨 就是有一个分辨 好啊 再来 第二条D 太平洋的小岛 都没有了 有没有 古金这个 开罗宣言里面就是说不可以有 这里古金串和平台有没有 确认没有了 包括南极 包括南极 日本也没有权利了 再来这个 西沙跟南沙群岛 日本的管理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就是在这里 所以说 你刚才看 韩国 库业岛以南 北方寺岛千岛群岛 还有西沙南沙 台湾澎湖 万祖爱行人 对不对 你看 日本的主管团团 是不是 宿舍在北海道 本庄 九州四国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这跟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 跟波子团宣言的意思 有同样吗 有啊 有同样啊 对不对 有同样啊 他说 我们 要在 这个 开罗宣言 找答案 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啦 我们来 什么地方找答案 九州三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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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找答案 好 那刘久 本来 美国团团嘛 这是一句金山和平条约 第三条 刘久 刘久 美国的团团啊 美国的团团啊 所以说 不能实行他的主权范围啊 好 啊 再来 因为美国去占领日本 因为日本 因为这个保持人宣言 里面有说到 日本必须要 给盟军占领 所以说 必须要被盟军占领 所以三行出来说 一定有一个 军事政府 来处理 准备后的事情 对不对 一定要有一个 军事政府嘛 所以说 九州三和平条约 第四条 他才有说到 美国军事政府 就出现在这里 这条 意思是说 日本 他要成人 美国军事政府 在国军事政府 在国军事政府 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和第三条 所提起的这些领图 范围里面 美国军事政府 所做的行为 或是说 指使 其他的 其他机构 所做的行为 造成日本人 或是说 日本 他的资产 出分 日本 都要成人 他的结果 这条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在这 因为日本被占领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军事政府 军事政府 占领期间 他会处理日本的一些财产的问题 日本 他要完全成人 他要完全成人 包括 他处理对一个地方的 财产 第二条 跟第三条 就是刚才说的 韩国 韩国 太平洋小岛 包括 南极 台湾 澎湖 西沙 南沙 这全部都是 就是说 美国军事政府 有存在吗 有啊 确实存在啊 确实存在啊 好 啊 有人占领 就有人要做 占领的头 对不对 有人占领 就有一个头嘛 有人发号施令啊 请问一下 占领日本的 这个头 是什么人 这一国 美国 所以说 在旧金山和平条条里面 他会写到 主要占领全国 就是 美国 i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哦 啊 大家如果 有这个印象 以后 你再看 美国政府 这个 欢迎来面的辩论 一些概念 哦 这个 这个 美国作为 占领 日本的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件事 哦 在法院里面的工房 哦 是用的蛮多的 哦 用的蛮多的 哦 他的内容 所以说 来到这里 我们感觉要再争论 开罗宣言无效 哦 不用了嘛 啊 现在我再跟你问一遍 开罗宣言 有没有效 你要不要举手 你要不要再说无效 不用再去争论那个嘛 不用再争论那个了 好 好 对 这说 他的主情换为 变社区在这里 社区在这里而已 台湾配合 韩国 到这里都没了 都没去了 都叫北国 叫北国 叫北国占领 不然就是 就是人独立去了 好 我们把开罗宣言的问题 回答一下 这个开罗宣言 其实就是暂时的宣言 就是很公反的嘛 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给你买十台车 但是不过我给你买六台了 我们两个合幼签六台了 你跟我整的十台有什么意思吗 没意思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陈述而已 就是这个政治 这个没有什么 最后的法律效率是没有 然后日本有没有被占领 有 确实是被占领 而且是透过 麦克拉斯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 高月选你 在秘书里建 地面签的 这个 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头像书里面 他就会发布这个命令 那 战后实现宣言 要看和平条约里面 怎么规定 所以这就是法律 这就是法律 这法律上 才有一个效力 才有一个效力 所以说 我们刚才分析过来 古金山和平条里面 他确定 什么事情 来 台湾 有遗传就将外面搞不 没有 现在他还在 他的状态是怎样 那就是美国的军事 尖领中 没有处理 美国是太平洋战争 里面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说他这好 他这好 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机会 日本的这个军队 要去 要去跟什么人什么人 投行 比如包括 所以说 我们待会就会说到 那所谓的台湾光复节 的事情 好 美国军事政府 处理这么多的 日本跟日本人的这个财产 都要有效 当然这包括台湾也比较 好 再来 新鲜的日本国 放弃台湾的right title和claim 你有感觉奇怪吗 他为什么要删三个 他最后一个 寫放弃出款就好了 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说 照麦圆牛 这种电话民国的公法 就是放弃出款 就是整个都给人 就是类似割让 为什么 各间和平地下 要删这三项 所以这一定是有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知道right title和claim 他这只是说 租款 上面的一些款 我没办法行数 但是这个租款的 哪里都 哪里售一款 还在什么人的手套 我哪里人 对 我哪里人 我哪里人是什么 一本田虹 一本田虹 好 这张图 你看一下 这就是那时候 1945年的十月二季 这张图 在以前的 我们在台的教科主里面都有 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 你会看到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包括我自己也不可以看 但这张图里面 很明显 很明显 就是说 他一直在删 中国战区 台湾省 台湾官府 大家都看到中文 我们熟悉的文字 就只看那里而已 结果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眼睛 删到这个 删到这个 删到这个左上角 这一支旗 那支旗是什么旗 那支旗是美国旗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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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中国的 那不知道要删 那不知道要删 美国旗 对啊 一定是没法度的 对不对 那说删这支旗 什么意思 美国就是 主要占领全国啊 他来这些命令 是接受美国的命令来的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麦克尔森 一般命令第一号嘛 对啊 他也不敢不差啦 对啊 但是他可以用中文 把你黑皮剩啦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再看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受惊 不等于法理的事实 好 我们来看看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五 就是我们所有的 台湾官府 他们说的所有的台湾 有没有 台湾官府 事件啊 这就是事件 啊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五 之后 有一个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十二 中国民国行政医 透过一个 一个命令 行政命令 叫做结参制 第01297号讯令 把台湾人民的国籍 全部都变成中国民国 变成中国民国 好啊 这是叫做事件 但这些事件里面 有什么说 在法律上 有什么样的改正 你注意看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五 这是盟军 开始占领台湾 开始一天 是盟军占领的时日 不是台湾官府 不是台湾官府 他的意固是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 邂逅 麦克阿瑟 他做盟军的最高统帅 里面 他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一般命令第一号 才叫金贵州的军队 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 所以你看 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十二 台湾平安的主权 是什么人的手头 又是什么手头 日本啊 有签名说要扔给你啊 没有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 就没有 主权到还在日本 是什么 有得改国政 所以说 这件事 法律上有法 是对的 不对 对 这是不对 你注意看 一九四七年的五月 柴山日本国家改新限 一九四七年的五月二三 再来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的九月七八 这签国金山和平条約 四月二十八 一九五一年的四月二八 这正式 信号嘛 一九五一年的国金山和平条約 日本国这么放弃 台湾的right title的claim而已 对不对 这个时候才放弃而已 是怎么 扎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中国民国的人 对不对 太含 对啊 有东西说的 太含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来正式 来 我们来解释一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 现在就是 他是来这 他是代表民国来占领台湾 不是法律上的割让 所以他也没接触到主管的 这个移转 都没有 他只是来占领而已 只是占领而已 只是占领而已 是占领而已 是占的开始 这看后边怎么处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占的状态而已嘛 好 这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七 在美国的 美国的 对我们总统批准的 在一九四五年的 九月车里发布的 这里面 看下到台湾的部分 就是这条 The Senior Japanese Commanders and all ground sea air and auxiliary forces within China excluding Manchuria Formosa and French Indochina North of 16 North Relatives shall surrender to Generalism 将开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说 所有日本高阶的军人 和地面部队 海上部队 和所有辅助的这些武力 全部在中国的战区里面 但是不包含满洲 China French Indochina 北纬16度的印度之那 法蜀印度之那 这什么意思 北纬16度 法蜀印度之那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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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就是在所谓的北约 北纬16度以北 要向谁 来投降 蒋介石元帅 对不对 所以说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只是说 日本的军人 还有他日本的武力 要向蒋介石 投降而已 对不对 投降而已 所以说 中国战区不包含满洲 这 所以福尔牧山和澎湖 这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里面 为什么怎么可以来台湾 完事就是 因为这个命令 因为这个命令 好 好 刚才说到那个 杰参制 01297号 训令的这张 这队这张 这是民国三十五年 一月十二号 杰参制 01297号 爱宜令 就是这个台湾 台湾省政长官公司 在这 他就说 查台湾人民 元席我国官民 以受敌人侵略 至上施国籍 知国土从光 阿拉拉拉拉 全不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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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民国国情 就在这张 刚才这张 这张 对不对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这张是法律上 就绝对不对 好 来看 外国人怎么看台湾 外国人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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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五五年 一月二月六 下议院 他的下议院 在讨论台湾的问题 他的外相爱登 他就说 他因为合法的领土变更 不应该成为窃局 这句话在说什么 什么是合法的领土变更 不应该成为窃局 对 下官条的 对 就是大清帝国大皇帝 将台湾的领土 全部变更 日本天空 所以叫做 合法的领土变更 因为他有签下官条约 这个可不可以成为窃局 当然不可以 所以爱登在说的这个 就是指这个 他还说 即使我们向全世界主张台湾的地位和大陆沿海主导相同 他为什么会说到这句话 他在说看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四年就开始 所以 这个金门 福建浙江沿海 就开始他们的国民 刚才就跟共产党内战了 那就是金门的 金门的 人家说所谓的第一次台海危机 就是一九五四年 他们的内战 已经增加这个 这个 这个 福建沿海的 那些岛屿 所以 他们爱登说 我们向全世界主张台湾的地位和大陆沿海主导相同 也不会增加印到北京的关系 更何况 事实上也不是如此 因为在这个期间 大陆沿海主导 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这句话在说什么 金门马祖 大臣岛一江山 那当中中国一部分 而台湾在这半个世纪以来 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一九五五年半个世纪 对不对 一八九五年之后 所以说这半个世纪以来 并非中国的一部分 外国人是这样看台湾的 他叫五五年 目前全国平台湾已经签了 但是 英国的 因为台湾不是中国的 对不对 所以 人家再说 台湾是中国民国的 你能大声的跟他讲 那绝对不是 好 一直到一九六年 联合国的大会英国的代表 他的演说 他就说 在台湾问题的讨论中间 已经提出很多观点 如众所说之 最重要的 他是什么 台湾的英国主管 还没决定 那时候是不是有团说 美国要让 中国民国跟中国人民共和国 双重代表在联合国里面 对不对 那就是在讨论这个 但是最重要的是 台湾的领土主管 怎么不决定 因为一本已经放棄了 中国民国还没决定 所以说 台湾的领土主权没有决定 所以 英国的看法是说 什么人可以在联合国里面 代表台湾的问题 有结论吗 没有结论 因为台湾的领土主管 没有决定 所以说 你会记得 那边是不是 社会去联合联合国 秘书长 跟他说 他要申请 以台湾的名字 申请联合国 要用提供 有没有 对啊 重点在这里 英都主权没有决定 你要用中华民国的名字 以台湾民国的这个新闻 夹带 台湾领土 要进去联合国 有可能的成功 不可能成功啊 对啊 所以我们把他提供 是什么 刚才好而已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看 事件 但是不是法理事实 1996年的3月23 日本的台湾民国第一次 要民选总统 这个时候 中国是不是有射灰弹 台湾的 台湾头跟台湾尾 有射的空包弹嘛 对不对 是不是美国 柯林顿 有派那个地区舰队 来巡防台湾 对不对 这样 美国来防卫嘛 因为这个 川总统以后 很多台湾人 包括这些政治人物 都说 因为川总统 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一个主管国家 所以说 他们这些主管 台湾就是 中国民国 这就是 这个逻辑 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逻辑是对 不对啊 你自己来看 中华民国是不是流行政府 是啊 流行政府 民选执政当局 这叫做内部主权 他要选他什么人做管理者 这个内部主权 对外有什么作用吗 也没有什么作用 对啊 他可以民主化吗 可以啊 立方政府可以民主化吗 可以啊 你自己来看 1980年的1月1号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已经终止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共同防疫了 但是已经终止共同防疫 对不对 因为台湾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有义务防卫台湾 那你停止算计啊 没在断交的时候 中美断交的时候才有停止算计 所以你刚才看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重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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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还是 他们中国 还是说一些台湾 在台湾的中国人所说 所说的 台湾的主权 社会中华民国 那 中国也是拥有台湾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较的领土 好 我给你签问一下 这就参与一个问题了 美国派航空母航来台湾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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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是在抗疫 抗疫 是不是 很多 台湾的问题 就说 叫我们的政治人会 要表态 要支持香港 那些学生有吗 对啊 那些学生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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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学生有的内政问题 所以说 中国 听到美国 你在说 你就要让他补学 他把他跳出来跟你说 你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好吧 只能有 就跟你说你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请问一下 他如果这样说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一宝 他 派香港 montre哪来 怎樣 应该 Alumni 应该在建筋 应该在建筋 所以说 怎么就看得出来 所以绝对不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是因为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它有义务保卫台湾 好 再来不被承认的联王政府 我们刚才说了 党民工陆陆续续再等高 很多国家都不承认他 包括他也进不了联合国 他是不被承认的联王政府 这个叫做外部主权 他对外部主权 他对外部主权 所以我们不信任 他来到民主宣企会让他变成主权国家 也不会 也不会 因为他变成主权国家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就缺少了什么东西 人家说 领土人民 对不对 领土人民 最简单的 跟这两行就说不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可能变成主权国家 所以说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台湾变成一个主权国家 这也不对 在这你就知道了 好 再来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这更是极大的错误 台湾是被占领的领土 他绝对不等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所以说 为世界里面 跟大家分析 要用什么法律的领土来看 好 现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事实上和法律上 这是不同的概念 要用一个故事 让大家对这个概念更清楚 这个故事叫做 他是我爸爸 叫做他是我爸爸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来 让人物介绍一下 有一个单身的叫做老王 有一个人叫做陈晓明 陈晓明他还有他的家人 就是他臣父 臣母到臣弟 一家四孔 这人物的名字稍微记一下 好 再来故事是这样 有一天老王车祸生故 老王的单身 独居的单身的老王 乘到车 发生车给贵心去了 他又有故事 是不是 检查官都要检查 对不对 还有检查官在检查的时候 陈晓明照来 然后就跟检察官讲 他是我爸爸 你看到这里 你觉得奇怪吗 老王车祸 陈晓明说他是我爸爸 老王姓什么 姓王 陈晓明姓什么 姓陈 你觉得奇怪吗 我们来看 好 好 困理 人家如果过去之后 你的移属有一些困理嘛 对不对 比如说遗产的继承 还有这 老王车祸车祸 对方要贵心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些孙贵心的清救困 好啊 所以说困理是在这里 困理有这两行 请问 陈晓明说他是我爸爸 你贵心说他是我爸爸 请问在那个当下 陈晓明可以租到这 陈晓明可以租到老王的遗产吗 没法 有 用手说的要尊重 对不对 用手说的要尊重 用手说的要尊重 好 再来 小明的真正身份呢 过去 现在 未来 请问一下 小明 陈晓明要证明老王是他爸爸 我们刚才说 公主保持说没什么 他应该怎么做 MDNA 有人说到 MDNA 他MDNA 他的DNA的鉴定报告在这里 陈晓明和老王 有一等血亲 有百分之99.99 的一等血亲的亲属关系 请问 这样 你看到 这样小明是不是 这个老王的子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还要 你还要 我刚才评头说的 法律上 事实上 你还要 你还要回答我 我再问一遍 陈晓明去检查后 你还要发现 他跟老王 有百分之99.99的一等血亲的关系 请问 这样的时候 小明 是不是老王的儿子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要分成两个答案来回答 第一个答案 对 对 好 我再说 过去 春晓明的身份是什么 他生什么 生蛋 但是他现在 他要透过 他一看法度出到 他是法律上 老王的儿子的这个身份 没法度 一看法度三六天的这个鉴定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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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他要继承老王的 遗憾 没法度 那没法度 所以说 他一定要透过一个 法律的定数 对不对 没有 来证明 他是老王的儿子 所以说 他就要想什么 先要去 去欢迎 确认 他和老王的亲子关系 除了这个以外 是个人 有法度 有两个身份 两个儿子 法律兄 他有法度生蛋 他有法度叫陈晓明 同时他法律上 另外一个身份叫做王晓明 有法度 没法度 就乱了 对不对 所以他在放 他在放 他在放弃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陈晓明的身份 所以说 他透过法律的 途径 去确认他和老王的亲子关系 所以他跟他现在的家庭 要放弃他这个官员 未来 欢迎拍拐 確定 他是老王的孝生 以后 他最好度 他最好度 家庭 刚才说的 刚才说的 家庭 他的遗憾 去把对方 都是老爸的人 去要求 背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说的 那就是 法律上 和 属实上 不一样 所以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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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称义的 好 好 同样 我们用这个概念 撒来台湾的国际 现象上面来看 你也可以用这个 属性上和法律上的 这个概念来做 不同样的改动 你会发现说 属性上的这个台湾地位 的真相 跟法律上的台湾地位的真相 其实是不同样的 对不对 其实是不同样的 这就是 一营义里面 属性上的 这个法律上的 这个法律上的 你如果去参加 你如果去参加 那个 那个 高雄那张 对不对 那个 美国司法人员来的 那张 他的演讲里面 他的演讲 演讲里面 就讲这个 和 的概念 他有讲到 包括 还在那个 我们的 那个 秘书厅 去美国 美国政府的 法院里面的 工坊里面的 辩论 也都会用到 这个 这个关系 都要用到这个观点 都要用到这个观点 所以 你要 我们要对这个 保安 要有一点了解 帮助你的 你对台湾的 这个 理解 好 来 我给 用一个 举例 英国的代理外相 Acting Foreign Secretary Kennie's younger 1900年的 七月 他有一段 公会 他说的 The majesty government have recognized Djuro The Chines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as such Intitled To enjoy The right Of Chinese State Formosa Formosa Is still Djuro Japanese Territory And there is no Government Of Formosa As such 所以说 你看 这就出现 好不好 195公里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国 194九年的十月 成立後 英国的政府 開始生前 中華人民共和国 所以说 英国政府 在法律上 法理法律上 承认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中国的合法政府 因为 因为英国政府这样子承认 所以 英国政府 可以在中国上面 享有一些权利 享有一些权利 那 但是呢 福尔摩杀 就是 台湾 仍然在 法律上 在酒 还是日本的领土 还是日本领土 你注意看 一九五公里 酒隔酒来台湾 这次 一九四五年就来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就来了 一九五公里 现在已经去台湾了 但是英国人 英国政府 因为他说法律上台湾还是日本的领土 这跟中国没有关系 迈克阿瑟 盟军最高统帅迈克阿瑟 他在1951年的五月七五 他在国会里面的听证会里面 他也做这种公款 法律上福尔摩沙仍然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这麦克阿瑟也在说法律上台湾福尔摩沙仍然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法律上1951年金贵就在这里 有啊金贵就已经在这里了 他进来了 好 1952年ROC外交部长月公超 他在他的立法院里面在改税台北合约 台北合约签署的那天也就是国金山和平调用 选后的那天就是1952年的四月二十八合 他签署后他回去跟他的立法院的改税 他越公超他有这种公法 他说国金山和平调用 这就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法律上 究竟和平条约 并未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 我们刚才有看到吗 刚才有给大家看 究竟和平条约的原文吗 对不对 究竟和平条约并没有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 这是确定的 因为立法院就问说 不然台湾配偶的地位是什么 他的公超他就回答说 事实上他敢不敢讲法律上 不敢讲了 因为法律上是在这里 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由我们控制 然而微妙的国际形势 这也不微妙 这是究竟和平条约 使得他们不属于我们 使得台湾澎湖不属于中华民国 在这个现行状况下 日本没有全力把台湾跟澎湖群岛移转给我们 就算日本有意如此 我们也不能接受 因为 中华民国在国际参加密条约里面 他的管理已经索色在 刚才不知道 第十条 第十一条 他承 他承 五十年四月二八国际参加密条约 先后后 请问一下 日本政府 他还有管理 好来出分台湾 没有了 他就放棄了 所以说他在说这句 就算日本有意如此 他也没有了接受 因为日本没有权利 因为他放棄了 他不能接受 是因为就算和平条里面 把中国的好处 已经另外一条 已经给他了 所以他也没有这种管理 所以说 你看 他们自己的官员 他们自己的外交保的官员 说法 是说到那里面清澈 你现在你还在电视上 还是媒体上 还是说报纸上 还看到马英九 他们在说 台湾的领土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你会觉得如何 没有 跟着 对啊 对啊 这这么清楚 事实上 由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在管辖 但是 法律上 他根本拿不到 他根本拿不到 根本没有给他 法律上根本没有给他 这是这个概念 事实上跟法律上 好 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实上跟法律上的改水有所不同 不是说改水有所不同 那是不同的概念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就来看台湾地位的现状 台湾地位现状 我们要给我们台湾的国内地位正常法 这句的 云含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台湾的地位有正常 没有正常嘛 所以没有正常这要正常法嘛 你如果没有正常 你要正常法的时候 你要怎么给他正常法 你是不是要先知道说 不然到底现在是什么 对不对 你要先认识说 我们现在的地位是什么 你这里可以知道说我要用一个方向 去改变嘛 在这里记一个 过去 人家说洗衣服 洗衣服 三来洗衣服 要让他洗得清晰 让社会才有感觉 请问一下 他这个洗衣服公司 他要说什么 他要说我这个 我这个洗衣服里面有什么家属 有什么让他争宴 让他很漂亮 那不是这样 你感觉说 洗衣服让你三洗的清晰 是要添加那些东西 那不是这样 对吗 但是根据美国人的调查 消费者感觉 这个衣服洗的清晰 和洗的清晰 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你衣服洗后 你洗衣服拿出来后 你会把这些脑袋 那些脑袋 然后 然后 你摆掉后 你修 这些衣服 你这个衣服 你如果感觉 这些衣服很清晰 你会做什么动作 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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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消费者的一个 感觉生成分给你的生产生气 会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我们习惯 再来拼一下 所以说 你如果是生成分的厂商 你还要参加什么家属 还在强调 你有这些什么什么可以给他证验 你感觉要这样 不用 对 用给他胖就让他拼起来 这样 清清了 没炒味了 就是清清了 所以说 刚才在说 如果你是那些生成分的厂商 你的理论的依据 如果是策劃的时候 你的産品会造成什么 可能会造成浪费 有可能你的産品会不会处理 对不对 所以说 同样的杜利 要解决台湾国这个地位的政双发的这个问题 你对台湾这个地位的认识 还是说他的理论 你如果没正确 你路会怕什么 怕怕怕怕怕 甚至你有法做特定的目的吗 没有特定的目的 所以说 必须长在你讲的 那些独牌 大家学习都很高 但是 可能他们的理论 理论的方向是不对 所以 经过69年 又找不到一条路 台湾的地位政双发 所以我们就来看 经过我们今天 这里的解说 我们来认识一下 要怎么解释台湾地位的现状 来 美国中心局 1949年文件指 台湾地位未定 台湾地位未定 好 马英九 他说 博刺台湾地位未定论 他说台湾地位已经确定 你如果看新闻 你到底是有定还是未定 又搞不清楚 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好 我们来看 这是必须长 他们在美国的这个 那个上诉法院里面 这案子里面 里面有那个医生法官 他的见解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 这个都有暗号 这个案号 美国真的去过的那个暗号 我们来看这个案子里面 他里面的 碰国书里面的一个内容 他这个内容里面有写到 这个巡回法官 巡回庭的 这顶就是一审 一审的这顶的法官 他的观点 来看 美国跟中国 混乱的这个关系 已经有超过60年了 因为这样 美国跟中国混乱的关系 导致 导致台湾的居民 在political purgatory 现在政治炼狱当中 你如果去参加那个 美国司法人员里面 他的演讲会 他也说到这个 他也说到这个 他也说到 inpolitical purgatory 这句话 他说这句话 正在在炼狱当中的 不是那个司法人员 他发明的用语 是法官的用语 所以法官说 他说purgatory是什么 就是 你知道吗 天堂跟地狱 这是一个天堂 一个地狱 你上不了天堂 又下不了地狱 你只要卡在地方 什么都不是 就是purgatory 就叫purgatory 对啊 during this time 这一次 people on 台湾 仍然活在 没有普遍被认为 被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没有政府 没有被普遍认识的 承认的政府 普遍就可以成功了 但是没办法 没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台湾人没有怎么样 没有世界上公认 承认的政府 然后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在世界 在世界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 台湾人是活在一个 不确定的状态底下 不确定的状态底下 所以说 由这个美国的法官 他透过法院的攻防 他得到的结论 就是 台湾人 他的地位 不清楚 不清楚 你既上不了天堂 又下不了地狱 你卡在中间 你又没有政府 所以你活在 因为你没有政府 你又活在政治炼狱里面 所以你知道 你就活在一个 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状态 就不确定的状态 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的现状 就是不确定 不确定 好 那这个新闻 你看 德国法国不承认台湾国籍 网友 技术 失根的汗籍 他这个就说 他出国去 他还要签证的时候 帝国 将这个台湾人的国籍 把它出销掉 所以变证没有国籍 那不就要气宿 不必 只要你认识了 只要你认识台湾 这个法理地位的话 你就会知道 台湾人确实没有国籍 确实没有国籍 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你才能够去改变 对不对 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不是只有气宿而已 不是只有气宿而已 你要想说 人家就没有改变 我是国家 我就没有国籍了 我没有国籍的时候 我要怎么改变 我没有怎么改变 我这个没有国籍 不确定的状态 再来 再来 现状为什么不能被改变 你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很多美国官员 还是说 这个这个 一些政治的在说 台湾的 台湾的地位不能 台湾不能偏 不能偏偏改变台湾现状 有没有听过 但是你刚才 我刚才跟你说 我们这种不确定的状态 就是我们的人犯受损 时间还不能改变 到底不能改变的是什么 可以改变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反对入联公投 像阿拼是不是要公投入联 我们是美国反对 这种压平可能较没时间 我们先跳过 没关系 我再帮大家补充就好了 好啊 再来看这个 克林米亚公投不合法 意思是说 你要用公道去改变克林米亚的这个动作 一般我们因为说 这就是民主的方法嘛 是怎么不合法 用民主的方法 去改变克林米亚的地位 是怎么不合法 克林米亚他有去 他有去 他有去公投 公投吗 有通过 有通过公投吗 有啊 有通过了 克林米亚公投脱离乌克兰 然后又举行 后来又加入了俄罗斯嘛 但是这件事情 合不合法 不合法 联合国大会表决 要求会员国不要承认克林米亚公投 公投的这个结果 不要承认哦 不可以改变烏克兰的现状 不可改变 他的法理的现状 所以说在这里就看到了 这里看到了 不能克林米亚用这个公投的方式 用民主的方式 改变他的现状 都被认为 认为是不合法 请问一下 我们在台湾 要公投 要让台湾独立 这件事 同样有什么合法 不合法 因为美国反对了 为什么美国反对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台湾的地位 就是要让大家设施 但是有一个观点吗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两岸中国人要统一 为什么美国不反对 那两岸的中国人要统一 是改变台湾的现状吗 不是啊 好来 这个 这是他这个 这个新闻部署里面 还有这一句 马英九 他说统一是两岸政策的基调 这个方法给大家看 香港文卫报里面 这去年的新闻 他说 他说 他这个授勋给这个施启阳 前司法院长施启阳 他说他 对台湾诸多贡献 特别强调说 因为这个 十四岁宪法争取的条文 他马英九说 宪法争取的条文 是因应国家统一权的需要 所以说他们中外平革 自始至终 都要跟中国怎么 通言嘛 但是他们大张旗鼓 说要通言 有人反对吗 有什么人反对 哈 没有 台湾人嘛 对不对 对啊 台湾人反对 美国 美国他们没意见 世界国国都没意见 只有台湾人在反对而已 所以说台湾人的反对是对吗 对 不对嘛 对不对 但是台湾人反对 中国民国和 中国那边通议 但是自己又要怎么 又要独立 叫两边都去用宪水配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找到路 找不到路 好 好 啊 再来 这个 这是什么人 他 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普通中国人 你知道吗 纯总中国人 他自己讲的 他说两岸不是国际关系 两岸不是国际关系 他们的地方政府 要跟他们的中央政府 要 要往来 絕對不是国际关系 对啊 他们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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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么 他也是中国人嘛 他自认是中国人嘛 这个 这个 是不是中国人 是啊 但是他又说不接受 一国两制 但是他又说要统一 等于他不接受一国两制 有点矛盾 对啊 当然啦 这是因为玉木铭 他们去跟习近平 手之后 他不得不 跳出来说一下 不然他 他前面这一张 都自己讲啊 统一是两岸政策基调啊 对啊 对啊 这 这 这 台湾是什么中国人 中国人啊 中国人啊 这中国人啊 一国两制没有什么不对啊 中国人都想要统一啊 一国两制有什么不好 你们中国人就接受了 好啊 你来看 你来看这个 大家看你的新闻啊 你看到是欢喜 还是愤怒啊 来 这个 这上一次 国台办 发言人 他说啊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要包含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所以 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性有谁决定 中国人 有中国人决定嘛 对不对 里面会让你混淆的是台湾同胞嘛 对不对 台湾同胞 是指 台湾人还是指中国人 在台湾的中国人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讲没有错 没有错啊 我们的新闻记者 跟我们的学院领袖 很生气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就开始 开始要要求 马英雄人要回应嘛 啊 回应的时候 六个十个人 过来办上午 他会报 7.29 他就说啊 你说啊 政府一向坚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 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请问一下 你把它换成欧巴马 把台湾换 把台湾换成那个 那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美国政府一向坚持在美国宪法架构下 由阿拉斯加人民来决定阿拉斯加的前途 美国欧巴马也敢这样说 啊 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不可能吧 有什么 阿拉斯加对美国来说是什么 阿拉斯加已经确定是美国的一周啊 是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啊 是不可 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啊 对不对 对啊 他干嘛那样讲 没必要嘛 除非他不是他的台湾才会那样讲啊 对不对 我说有这久的你就看到 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讲 是不是他的一部分 一定不是嘛 一定不是啊 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 啊 他如果他一部分那干嘛要干嘛要决定 就要全体中国人的决定就好了 对不对啊 对啊 所以你这边他泄露了天机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 我们没有了解这个 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法理事实 我们 看 看 我们在看这边现在都会表错情 我们的表错情 所以说 所以说 刚才那个新闻你看看你应该是怎么样 你要高兴还是要讨论 高兴啊 现在要高兴了 对 好 好 来 你看 对啊 你看 对啊 因为这边也有说嘛 宪法宗教条件是为了应用中国 国家统一之前需要 所以如果你如果继续 继续要拥抱这部宪法的话 你就是要当中国人要跟他们统一嘛 对不对 啊统一不会被打脸嘛 但是你台独会怎么样 会被打脸啊 对啊 好 在这 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第四条里面就有说啊 中华民国领土依故有将遇 非经国民大会决议不得变更之 请问一下 他们常在说 中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部分 有没有经过 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决议过 台湾并入中华民国 没有嘛 也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啊 所以说 中华民国有没有台湾的领土权 没有啊 没有啊 要从这里 这都熟悉了 现在在用的啊 现在在用的啊 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 1936年提出 你刚才看这里 有时候就台湾并没有 没有嘛 好 再来 1936年啊 再问一下 1935年 台湾有一件很重大的 很公平的事情 就是这件 史证40年 史证40年 台湾博览会 史证40年 台湾博览会 这台北公会堂 史证40年 就是 19 1895年开始嘛 40年的话 都要和19 多少 35年嘛 都1935年 好 都1935年 啊 刚才那个 中华民国 性化草案 1936年 5月5号提出了 对不对 请问一下 1935年啊 台湾办博览会 台湾在那里 对啊 那这中华民国 的行业 要起草的时候 那里面有台湾 没有啊 没有台湾嘛 既开始没有台湾 后来也没有决议 把台湾併入中华民国 请问一下 对啊 那也不来了啊 所以从头到尾 台湾 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 没有啊 你要很肯定 要说没有 台湾有没有属于中华民国 没有 要很肯定一点啊 好 来啊这个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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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併人会担忙 1935年啊 这厂 这厂就有商品了 这厂也是 那个时候 他这建筑物都很漂亮 有欧峰 有欧峰 对啊 好啊 所以我们来解析 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5年 10月25 这 这差不多都说过了 因为时间比较 我就 他就流浪 他就流浪 他就数九年 他就1979年 他就要变什么 他变 他变做台湾治理当局 但是他担了这个面包 我们都不知道啊 因为他把我们洗脑 我们都不知道啊 好 他在台湾的 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就是一般命令第一号 啊 他 他被流亡政府了 他怎么能够留在台湾 是因为 日中台北合约 和中美共同华条约 让他有那个基础 可以继续留在台湾 好 啊 那 当他不被承认为 主权国家的时候 主权政府的时候 他变台湾治理当局 他又怎么能够留在台湾 台湾关系法 所以 所以美国那些事情 都有 法律程序在找 好 那要改变 要改变现状呢 就是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好吧 但是重点来了 那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这种台湾国际地位的这种概念 你有法度接受吗 还是说你身高兵 你有法度影响到你身高兵的人 有法度接受吗 你要影响什么样的人 你要影响这种的 创新者 和早期采用者 你要影响这种人 你不要去影响 你不要去跟这些人解释 这些人 这些人没作用 你不要听过阿兵 他们以前在算计的时候 是不是说 基本盘要先求我来 有没有 有 基本盘就是这个 基本盘就是这个 这求我来的时候 这些人才会挖过来 所以我们在外面 参团的时候 你要看这种人 创新者 和早期采用者 创新者就是 台湾国家 因为你们很 你们很快可以接受这个概念 你们都是创新者 也就是必须跟你们说的 我们就是革命先行者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 所以说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是 你是 你是先驱就对了 你是先驱 不是先烈 不是先烈 是先驱 先驱 好了 这不同类型的差异 如果是创新者 他敢于挑战现况 要用于创新 早期采用者 他就是快速理解性观念 可以人说不完美 所以说这样 我们来这里上课 人家睡不好 吃不好 又走车劳盾 你会说痛苦吗 不会 因为你是这种人 对不对 因为你是这种人 所以说 后面这 如果好做是什么呢 政府机关 換机了 他说 这样 就这样 这种人就是这样 好 好 这图片我们不要看 好 来看这个 贾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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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现况的人 他有很有很有名的一句话 你说 be in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emetery doesn't matter to me 你说 做钱 要躲在棺 躲在棺木里面 棺木里面 棺木里面 他不是他在意的 他不是在意有钱 他是要在意这件事情 上床 每天晚上上床 睡觉的时候 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做了一件很wonderful的事情 这才是他很在意的事情 所以说各位 如果来台湾民政府 你感觉说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说来这里 是要由你个人的利益 我相信 你的目标 和你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的坚持 会没有办法持续 如果说你的目的 如果说 让台湾政府进行法 在进行法的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个人的权利 这样 那种管理 那种好处 是一种 附带过来的结果 这样你就会在那里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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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能够坚持这条路 继续走下去 今天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以上谢谢